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靠的不是免质 我靠的是专业 黑马波段 精选标普 我战无不胜 公文不可 你的新人生 股市万德福 大家好 欢迎收看 11月5号的股市万德福 那阿德是现场节目 那很多好朋友都喜欢听 阿德讲产业分析 因为产业趋势如果对的话 你买了你都 对吧 都一定会赚钱 赚多赚少而已 那你如果买那个领先族群 那个领先集团 你会赚得很多 你会赚得很多 所以只要是主流 你就应该要注意 比如说阿德昨天所讲的 大盘其实你也不用想太多 我30号跟你讲的时候 那时候正在下跌 我说拉回来刚好34 没错吧 你一定要买 等于说你11月5号之前 这是给我们买的机会 蝶要敢买 那你如果敢买 你看看 这个大盘 连山红了 30号在哪里 上个礼拜 大家在恐慌的时候 我说告诉你要买 那我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其实大盘也不是阿德画的 也不是阿德画的 谁画的 应该比较有可能画这个大盘的是谁 除了国际的因素 比如说美国的大选以外 就是谁 就是我们的控盘者 那控盘者 他可能打起通电话的话 所有的本土的法人 包括一些比较特定 特定的 有四个字的 大概会知道说 现在大盘 政府是做多还是做空 你看看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阿德不会啦 阿德只是跟各位研究研究 研究研究 连续三支红棒 他要做一件事情 你看看 这个是 这个月线嘛 对吧 季线是这条绿的 然后放大一点给各位看 这是月线嘛 黄色的是月线嘛 他现在如果公过月线的话 那代表什么 这条绿色的季线在下往上会做什么 黄金交叉 跟阿德 事情跟各位讲的一模一样 我在三支二坡这里的时候 我就预告 就上来的话他会拉回来 为什么 因为他一定要什么 先一个死亡交叉以后 再变黄金交叉 先一个死亡交叉以后 再变黄金交叉 那这个能不能上去 那要看政府啦 不是看我啦 我也不懂这个啦 所以说我只能告诉各位 你买产业趋势向上的 产业趋势向上最好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 就算整个大盘 跟你预估的不一样 你的股票也不会让你亏到钱 也不会让你亏到钱 为什么 因为一个产业趋势向上的话 如果整个大盘都没有人要做了 这是最最讲最坏的情况 都没有人要做 那产业趋势向上的 他会慢慢的把那个EPS累积起来 把不知道的 大家不知道未来会成长的EPS 慢慢把它累积起来 等到你看到了以后 其实他默默的已经足了底向上 然后下一步要攻上来的时候 他就先喷给你 那你等到知道了以后 要追进去的时候 他已经在相对高档 每一次都这样 每一次都这样 所以说产业真的很重要 那产业怎么看 比如说现阶段 比如以今天的机器人 机器人为什么会好 其实道理很简单嘛 因为大家都看半导体 半导体看台积电 台积电如果十年没有对手 比如说阿德昨天跟各位讲的股票 因为阿德昨天透露的一点 说这档股票都要充历史新高的 你一定要买 对吧 他今天就创历史新高给你看 而且很强 对吧 而且很强 好 来我有机会再跟各位讲 他其实是这一档 他其实是这一档 对吧 其实是这一档 要不要我翻给各位看 因为你昨天有拿的嘛 你昨天有拿的嘛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啊 其实你拿阿德的股票 你就算看电视 你也知道什么股票对不对 对吧 你有拿到的人 你也知道什么股票 为什么阿德敢 在直播节目直接告诉你股票是什么 因为你看电视就会赚 那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阿德很笃信 你跟着阿德做会赚更多 因为直接给你股票你也不敢买 真的我直接给你股票你也不敢买 对不对 我直接给你股票你敢买吗 你不敢买 今天创历史新高你敢买吗 今天创历史新高你敢买吗 对吧 早上我们就不要讲现在了 早上你敢买 如果我常常讲说产业趋势如果是对的 对吧 他会创历史新高 他会翻倍其实很正常的 那你有没有赚到 没有嘛 为什么你没有赚到 因为你把那个产业趋势啊 看成你在在什么 看成你在追股票的 的一个理由吗 不是 因为你都说 我们现在又什么左下角右下角 然后技术分析 他KD值什么 你都你要讲那个漏货指标嘛 对吧 为什么现在大家一直讲联军 可是你的老师或是这些专家们他们没有联军 那阿德联军从开始送第一次到现在已经几次了 虽然我没有开牌 可是大家都知道他是联军啦 对吧 对吧 他想充历史新高252.5 现在多少 248.5 今天最高多少 最高255嘛 他充历史新高嘛 今天最高充历史新高 阿是不是这些 是不是这些 是或不是嘛 是 是就讲是不是就讲不是嘛 对吧 是不是这一档 所以我不只送一次股票给你 我是送一个你能赚很多钱的股票给你 我不是当送你一个股票 我送你一个产业 我送一个产业给你 那为什么产业那么重要 你看电视就可以赚 那你跟着阿德是不是赚更多 对吧 因为你都可以买得到 我们不要讲 我们不要讲 今天或昨天 我讲我送给你的 这第三次送给你的 第三次送给你的 他拉回来的时候 我有没有说我预告 我在电视上 就是在这个时间开始跟你讲的嘛 这是我第三次送给你嘛 对吧 是什么股票 你都知道嘛 是不是联军 是嘛 那为什么我敢 让你知道我送什么股票给你 因为他产业趋势是对的 那我知道你如果在低档 没有买到的人 你他在涨的过程之中 你不敢买 那我就一直鼓励你买 为什么 其实道理很简单 我们把这张图拿起来看 如果你把它当作是所有的产业 把这个大盘推上去的 对吧 所有的产业把大盘指数推上去的 那什么产业推 什么产业会推 那产业趋势向上的嘛 对吧 是产业趋势向上的股票 要在推这个大盘 为什么产业趋势会把整个大盘推上去 我告诉你一个 我们不要说主力啦 我们就说股票市场 这些大咖们 为什么喜欢做这些股票 这样你就比较懂了 因为这些股票 他如果产业趋势向上的话 他认识这些这些股票的 比如大股东大老板 或是他了解公司了解产业 他知道他在做的时候 他风险最小 因为他未来会成长 未来会成长 那你不晓得他未来会成长 你看到的是什么 未来有希望 那你买股票 你买未来有希望的时候 这些人在推动的时候 那未来就很多人会跟上来嘛 对不对 现在市场上每个人都跟你讲联军嘛 对吧 对吧 都跟你讲联军嘛 都跟你讲光盛嘛 对吧 都跟你讲联雅嘛 可是市场上 第一个告诉你 股票的是谁 第一个告诉你股票的是谁 是阿德啊 在八十几块就一直讲 没有人相信嘛 对吧 没有人相信嘛 但是阿德一直告诉各位 产业趋势向上不赚钱都懒啊 真的啊 你相信阿德就好了 你把阿德当朋友 你把阿德当朋友 我一定给你产业趋势向上的 你看看 我在讲联雅的时候 来啦 我们先来讲今天啦 好好 你如果没有股票 你要怎么选 选产业趋势向上 比如阿德今天的标题写的很简单 为什么你要看AI 对吧 因为AI的金元代工 他是交给谁做台积电 台积电未来十年没有怎样 没有对手嘛 因为阿德就跟你讲了嘛 他未来十年没有对手 这不是阿德讲的喔 这不是阿德讲的喔 所以我送给你股票 我第一个告诉你 他的趋势是怎么样 阿基讲的嘛 台积电啊 不是台积电讲的 是所有的法人讲 台积电未来十年没有对手 对吧 目前是这样啊 譬如现在最先进的光刻机 单是一个台湾啊 单一个台湾啊 他比整个中国 最先进的喔 买的都更多 因为中国被监狱嘛 好来 然后你看看 他扣袜时他要一条龙 这十年无对手 明年扣袜时会两位数成长 这不是阿德讲的 那未来五年 细光值他会成长十几倍 这也不是阿德讲的 对吧 所以当大家在讲 细光值的时候 我说最标准的就是他 最标准的就是他 你记起来嘛 最标准的就是他 我从八字头 八十几块的时候 你看看他现在几块 将近四百块嘛 好 那我们来讲今天 过去的我们就不讲 我们来讲今天 今天 其实你看他 看他在表演对不对 其实他慢慢的慢慢的 已经走到正轨了 很多人在讨论 我说你们不要讨论 他未来是七字头或六字头 或是更高 你不要去讨论这个 因为对他的股价没帮助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被分盘 而且他被分盘 被处置的很严重 好 所以我们要轻轻的低调的 如果你有的人 你一定要跟着阿德讲 今天是11月5号 9点50分的时候 我说 我恭喜 但是 所有的老爷夫人 你有联雅的人 怎样通通赚钱 对不对 除非你没买 除非你没买 你所有的老爷夫人 你有联雅的人通通赚钱 可是我们什么低调一点 请低调 他有喜有 千万不要让他涨超过5% 不要再追了 不要不要让他涨超过5% 因为他已经被分盘加油了 如果你今天再让他涨超过5% 下次处置就会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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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久到你没办法去承受 你就会什么 就会松动 昨天又有一群龙卷进来 这一群龙卷的很奇怪 他每一次龙卷只要超过700张的进来 超过1000张的进来 他都会涨一波很凶 会拉一波很凶 可是我要告诉各位 这是我们担心的 千万不要涨超过7% 因为你一个礼拜超过26%的涨幅很容易就被盯上了 然后他已经被盯上了好几次 现在一段你不能农资做 他没有农资 他农资是零 那你要放空的人 很凶悍 昨天放空700多张的人 他是用什么农卷 他是要用100%的农卷 他规定现在要100%农卷 等于说你要放空他 你放空300块你就要用30万 没打折的 你交割的时候 如果你用300块交割就要30万 700多张你看多少钱 那以前100多块 在放空他的 动辄都是1000张以上 对吧 那就搁上来 对吧就搁上来 所以这种股票 我知道一定有人在看 很多人在看 那你如果有的我就告诉你 你不要低调一点 不要让他冲太快 要冲太快 下一次如果 一天只能做四次的话 你就分得啊 对不对 一天天就做膝盖 那是说只有找碗盘的时候 你就去笑啊 所以我说千万不要涨超过5% 量 因为现在 现在因为是分盘 所以他成交量没有问题 那价你就不要让他 涨上去 所以那今天 涨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赶快说 不要不要不要 大家如果你有的人 不要在那边冲了啊 对吧 虽然有人说我那个券商很快 我就可以可以可以什么圈存 所以很快 我说不要了 不要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认定他的产业趋势向上的话 你一定要怎样 不管他是两倍啊 不管他是三倍啊 你就不要去讨论他 你就慢慢的 你慢慢的安静的去做啊 林雅 已经两百多发 接下来三四五零 他创历史新高了 对不对 创历史新高 那下一支呢 下一支你要不要 对吧 下一支你要不要 我说我讲的是产业居士 下一支你要不要 如果是联雅加联军 这种索马股 这种特定人索马 不是阿德跟阿德没关系 阿德一个人没有那种力量 你不要把阿德想的太太厉害 阿德是一个普通的很诚实的告诉你我要做什么股票而已 那下一档呢 下一档你要不要 创历史新高的 还是喷两倍以上的 你要不要 我有把握在这里 联雅已经涨了 我们不直接不想说他涨多少啦 这种算法 每个人都在算啦 你自己想想看你如果有五百万的人 你现在是不是一千五百万超过 对吧 那联雅是不是历史新高 这不用讲了嘛 对吧 除非你今天才买了 否则你都是赚钱嘛 可是再来这档要标翻倍 所以索马的联标 联雅跟联雅联标 联雅联标这种股票你要不要 我就告诉各位啊 产业前景向上的就像这样 每一次拉回都是你的机会 每一次拉回都是你的机会 每一次拉回都是机会 在拉回的时候 阿德告诉你什么 你要敢买啊 敢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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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你不敢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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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你会用追的 对吧 有一天你会用追的 那阿德为什么直接把联雅 在操作直接告诉你 他跌停的时候 我说我有 为什么阿德 你那么厉害 你说你有 因为这他老实嘛 我就有嘛 对吧 我很多大咖的都有 几乎所有大咖都有嘛 对吧 所以我不必跟各位解释 他赚多少钱 你想想看 如果那个两千万三千万 对吧 有人会偷卖我知道 可是我不用算给你听 因为你看电视你就知道了 你如果去网路上查 全台湾第一个跟你讲联雅的 就是阿德我 对吧 那你想想看 你只有三百万就好了 那你现在超过一千万 所以说我要给你的 等一下再讲产业 就是说联雅他已经涨超过两百%了 我不要算最高的给你听 算了你会说 接下来再涨一根 就两百五 那会让他太多的波动 我不希望他波动 所以联雅涨超过两百% 接着联军创历史新高 你只要看电视 你就有赚钱 可是你要赚更多 你就要跟着谁 跟着阿德我 对吧 那我给你索码的连标的股票 产业趋势向上 等一下我再跟你讲产业 为什么你选产业很重要 那产业趋势向上 你要不赚都很难 我现在给各位一个机会 你一通电话就好 我加个LINE就好 这一档翻倍的标股 我就送 你要留言 你电话进来 你知道 要知道说阿德在讲什么产业 对不对 不用变来变去 做股票变来变去 真的赚不到钱 阿德不骗你 阿德在做现场节目的 如果我要变来变去 你也不喜欢 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一天 阿德想通了 想参加电视的连线节目 如果有一天 阿德在讲产业 也不会变来变去 如果你一天变来变去 你看很多专家 都在包牌 包牌很可恶 我一天跟你讲 不只20档股票 包在里面 只要今天涨的 我通常跟你讲一辈 明天续涨的都是我的 这很恐怖 这你有多少钱 你都会输 对吧 所以阿德一直强调说 为什么要老死 阿德不喜欢用录影的 也不喜欢拿这个 说你看我赚多少钱买的 这个可以做假 用手机秀讯号的 这是标准的百分之百 我敢肯定 如果在电视上秀 那个什么 会员的讯号的 说赚多少钱的 百分之两百 百分之一千是做假的 为什么 两点 第一点 客户如果是VIP的 或是一般的那个 抠讯会员 你可以公开讲 你去查查看 金管会管不管 可以吗 可以吗 如果金管会 打呼说可以 那我今天我跟各位道歉 说阿德说错了 我要做假太简单 我收盘的时候 我就随便自己编 我就有手机就好了 现在手机要两个门号 多得很难 三个门号也可以啊 对吧 编多少都可以啊 我可以编这里我买 编这里我买 然后加放空这里再补 然后我一天可以赚两趟 所以天天在冲短线的 我告诉你 尤其用那个什么 我跟你讲说这里买 这里买 这里买 而且是盘后的 百分之两百也是作假 所以阿德一直跟你讲说 为什么 阿德的股票要先给你知道 为什么要先跟你讲产业 因为我要让你赚 我要强迫你买 你要买得到 你要心甘情愿的赚 对吧 就像联雅一样 就算他跌停 我也会告诉你 那是我的 所以像现在在场上来 很多老师在讲啊 可是他的会员都没有啊 他的会员有联雅吗 他的会员有联军吗 LINE 一通电话 或者是加LINE 这档 索码 联标的 翻倍 就送 OK 没问题吧 没问题 进广告 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 迈向两万点新世代 888 惊喜下 大步向前走 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 惊喜专线 02 8511 3366 8511 3366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 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 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页投顾 全心照顾 02 8511 3366 看全球财经台 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 您还可以这么做 网路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我在股市打拼 二十多年 我靠的不是免质 我靠的是专业 黑马波段 精选标普 我战无不胜 公民不可 你的新人生 股市万得福 欢迎回到现场 要讲产业 对吧 要讲产业 你股票先拿 你才有信心 不然我如果说一大堆 你如果没有 也没效 对不对 要有 先有 我常常讲说 很多人说天天党行 不用 其实你一个礼拜 如果一档标股的话 二十%就够了 二十%就够了 为什么 他也不容易被处分 你如果被处分 很糟糕 我常常讲说 做股票被处分很糟糕 对不对 在处分的话 我们就很难很难买卖 很难买卖 所以我常常讲说 为什么会有 人家 我不是把他关掉了吗 把他弄金音了吗 好 弄金音了 你们 你们家 加LINE 可是要留言 你不要叮咚叮咚 然后在那边等 对吧 你留言 对吧 加进来留言 那你如果要知道产业的话 那今天很精彩 我下半段的话 我会尽量多讲 你先把股票拿着 我在讲的时候 你才听得下去 对吧 你要知道 所以然嘛 你不知道 所以然的话 我今天跟你讲 我一直跟你吹嘘说 3081他涨了多少 两倍 我今天跟你讲 20倍也没用 你不懂的产业 你买不下去 对不对 以前大家吹嘘 细光子 结果我发现错了 阿德跟你们纠正了 那些专家就改CPO 我告诉你 CPO也不是大家讲的 CPO就CPO啦 对吧 不是每一档都CPO啦 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一个产业 其实他有分工的 对吧 不是说你不是当红的 人家讲的细光子 或者是CPO就不会涨 为什么 因为美国有一个大基建 他基础建设本来就很庞大的商机 所以不一定说我一定要 西光子的最上游的组中元件 或被动元件 或是什么 他的现在很多 很多主力啊 都夹在他做会 在查在什么 讯心 真的假的 你们敢拔 对吧 你看那市场上有很多很多很多人在谈讯心 对不对 真的假的 有那么容易吗 你讲西光子就西光子 有那么容易吗 因为台湾真正真正的 真正 时间太太太拖太久了 我跟你讲 台湾真正的在做晶片的 西光子的 现在真正的 有办法跟国际大厂签约的 只有一家转投资 叫印太转投资的 或者是好像是伪创 转投资的 是伪创还是什么 伪影 我忘记了 那一家元城 只有那一家而已 各位知道吗 不知道 不知道没关系 你来拿这一档 手码连标 因为阿德有一些不该讲的话都讲了 讲了会得罪人 对吧 把人家让他讲错的 乱讲的 或者是主力 人家主力要做的股票 就马上讲出来 这也不大好 对 漏了一些钱给别人贪 来 你贪你的 一通电话 加LINE 或者是加LINE 你要用电话也可以 要加LINE也可以 这一档翻倍的标股 我就送给你 好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等一下再来讲产业 进广告 好 脈象2萬點新世代 888驚喜架大步向前走 讓您金融年一路賺到底 邁向2萬點新世代888驚喜架大步向前走 讓您金融年一路賺到底 驚喜專線02-8511-3366 8511-3366 投資這條路是孤獨的 投資這條道路是辛苦的 盡心思考 二十年來堅守專業與熱誠 似乎不夠 總想著能為投資者多做些什麼 你們就是我們的支柱 你們就是我們的動力 用心去關心每一個股市投資者 頂夜投顧全新照顧02-8511-3366 看全球財經台 除了家中有線電視之外 您還可以這麼做 網路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網就能看 而且免費 改變收視習慣就從全球財經台開始 我在股市打拚二十多年 我靠的不是免費 我靠的是專業 黑馬波段 精選標誤 我戰無不勝 我功能不可 你的新人生 股市萬得福 大家好 歡迎收看11月5號的股市Wonderful 這是現場節目阿德為你主持 好 很多人都說阿德要講一下那個產業吧 不然你的股票送給我們 我們也不敢買啊 對吧 好 為什麼阿德在講產業的時候 有時候常常會講說 有一些股票你不用碰嘛 因為你們碰也碰不著 買也買不到 賺也賺不到 譬如說現在不是大家講 都一直跟你講什麼碳中和碳貨 有人講阿以前還有人講到什麼龍靈阿什麼一大堆的有沒有 那些專家現在都不講了為什麼 因為現在我們的碳交易所出就已經開張了嘛 交易量是零了 零是什麼 全台灣都沒有人買 為什麼沒有人買 因為他定價一定有問題嘛 為什麼定價有問題 全世界現在 譬如說 現在戰爭嘛 對吧 有一些物價就通門上來了嘛 對吧 你通門上來 譬如說 你煤啦 或者是石油啦 或者是黃金啦 硅金屬啦 有的上價波動很大 對吧 那你現在叫一個需要去買探權的人 去買 他下不了手啊 他虧很大啊 第二個原因更簡單啦 能賣探權的是誰 獨佔的啊 什麼叫獨佔 不是你們很多專家都跟著扯什麼那 有很大的農地啊 有很大的農地啊 像龍嶺 你都鬼扯啦 龍嶺有多大 龍嶺有全台灣那麼大嗎 沒有台灣那麼大 那我就問各位啦 那台灣有 有中國任何一個省份大嗎 有美國任何一個省份大嗎 都沒有 我們不要比那個 比現在在戰爭的烏克蘭 大家比較知道 有烏克蘭大嗎 台灣啊 你不曉得台灣可能 可是全世界的小國 就是那個土地 是全世界很小很小的一個地方啊 贏的國家不會很多啊 對不對 烏克蘭有多大 烏克蘭全世界第九大國家啊 所以你跟人家談什麼探權 談什麼龍嶺 你有多少那個數目 你不太鬼扯嘛 人家單是一個印尼一個島 就比你台灣島大 而且人家那裡的數目更多啊 那邊的探權更多啊 你像巴西 巴西不是有亞馬遜 我跟各位開個玩笑啦 如果我是巴西的政府人員的話 我就規定說 以後你們全世界在聯合國講說 以後你們全世界都要買我的探權 為什麼 因為亞馬遜是全世界 給那個養啊給人類消化養的最大的一個地區啊 像人類的那個肺一樣啊 亞馬遜啊是全世界人類的肺一樣啊 重要啊 他現在都被砍伐啊 都被財團砍伐對吧 你們不是要探權嗎 你們不要保護那個大氣層的二氧化碳 不要讓它破掉嗎 那氧不要讓它破掉嗎 那你就保護亞馬遜了 那我這個國家 你叫我不要去砍伐 我為了生存我要砍伐 那你聯合國 你只要聯合國會 你一定要給我探費啊 那我就不砍伐 所以這種東西講起來都很理想化 我告訴各位啊 這很難去達到啊 對不對 那你像中國 電動車全世界最多的 那現在銷量最好的 可能是除了中國以外就是特斯拉 特斯拉他靠探權就賺很多錢耶 對吧 那你台灣要跟人家講什麼探權 所以說產業重不重要重要啊 你如果不懂的時候 很多專家跟人家講 我探權講講講 講到龍林去 好啊衝進去啊 完蛋了 你到現在都沒辦法解套啊 是翹翹啊 所以我常常講說 如果你把這當一支股票 你這個產業 如果他的趨勢是向上的 你就算買最高好不好 你還是賺錢啊 所以說很簡單的產業趨勢 你如果看到了 譬如說現在大家講AI AI其實很簡單 AI你不要把他想的台灣人 他想取代人的腦袋而已嘛 那有沒有辦法取代 現在是還沒辦法啦 對吧還沒辦法啦 所以AI現在能運用的只是出街而已啊 譬如說現在的馬斯克他說要自動駕駛 他就放了一個Sensor在上面 那一兩百萬畫素 然後中三個 他哪能取代眼睛 眼睛如果跟他那個Sensor比他要 更精密的千萬 因為我們的眼睛可以定位吧 我看到哪裡 看到哪裡 看到哪裡 隨便一轉我就可以看到那裡定了 Sensor沒辦法耶 所以你要裝多少 他比那個光 在定位更難 為什麼光定位比較快 比如說你紅外線或是一些時候 我們人類看不到的光 比如說紅外光 我請問你 那個飛彈如果要打一個目標 我們定位就是用光啊 很遠啊 至少比你感測器更遠啊 對吧 你才一百多萬多像素要取代眼睛 怎麼可能 現在隨便的 像我阿德拿的這個普通手機 都千萬畫素啦 你百萬畫素你要做那個支架不可能 所以說AI是什麼 他想取代腦袋嘛 那因為AI他運算速度很快嘛 所以現階段台積電 為什麼十年沒有對手 因為他要一條龍 他要一條龍的話 那層層堆疊的那個chip 就變得很重要嘛 所以很多人說2.5D或3D 他要包起來 所以你不要去找那個COWAS的股票 阿德已經講了 不想再講 那COWAS有什麼股票 可以讓你賺大錢 來 隨便每一天看 你看COWAS的股票 你看COWAS的讓你賺好幾倍的 沒有啦 為什麼沒有 因為人家台積電自己把它 自己把它一條龍 他要自己做 他又不放出來 你要找什麼COWAS 那很多專家一天到晚跟你講 COWAS COO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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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呢 要靠不著面子 要靠 COWAS在哪裡 在哪裡 台積電自己做 為什麼自己做 我就舉 我那時候舉個例子 台積電他在代工的時候 他為什麼他要 他要複印那個 那個 陷入圖 他用光照 他也要自己做 你看他一張 譬如說一個光碟片 他啪啪啪啪 比如他打兩百多個金片 打兩百多次 一個細菌也要打兩百多次 三百多次 對吧 他一層一層要蓋上去 要蓋八十次 那一次的一次用的 他那個土 一個一次用的土 要三四萬美金 所以他要自己做啊 所以以前有一家叫光照 他的名字也叫光照 對吧 也叫光照 為什麼會從幾百塊 那跌到各位數 台積電不放嘛 所以你不要去跟人家 蝦餃或什麼 COWAS 然後剛剛跟你講什麼 玻璃基板 那個都在炒的啦 玻璃基板 你不要用COWAS 不要用3D本來就有玻璃基板了 因為很簡單 因為你要封裝 你要封裝的 就是因為你要把那個 那個細菌源 他磨到0.35mm吧 好像是0.35mm 對吧 毫米嘛 MM不是毫米嗎 如果記錯了 你不要怪我啦 因為我又不是讀這一顆的 那以前年輕的時候 很清跑這些產業嘛 你要磨 磨完了 你有沒有想到 你想到一個細的就是玻璃啊 其實細也是玻璃的一種嘛 你磨到0.35mm 一碰就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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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的人很聰明啊 用機器手臂這樣 扶著扶著 可是一震盪不就破了 一震盪不就破了 怎麼辦 下面就墊東西啊 墊什麼 你們現在大家 很多專家在吹的那個什麼玻璃啊 本來就墊玻璃啊 不然我說 老師可不可以墊寶石 可以啊 沒有人用寶石做啊 太貴了吧 又墊玻璃啊 玻璃硬啊 對不對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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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移動的時候 在作業的時候 他才不會嘛 到時候就把它弄開了嘛 對不對 如果2.5D或3D 它是堆疊上來的啊 那以前你會看到那個腳架 八爪五公 在啪啪啪啪啪一堆 現在變成下面一個圓點 圓點叫喜求 那是有什麼好講的 所以說你看到那個 如果層層堆跌是因為 因為AI起來的話 他有一個東西就是一定很重要 叫細光子 因為他一定要改善 因為他會變什麼 熱能 就是說他的耗能會變大 第二他的熱能會變多 因為你那個腳架就是什麼 就是傳輸的腳架嘛 以前腳架人家像定書機那種腳架 後來所謂矩陣的 就一點一點一點圓點的嘛 對吧 你那個層數一多的話 你散熱重不重要 重要嘛 因為越來越精細的 你一個矽晶片 現在的話阿德去查資料的話 真的一個矽晶片裡面 一個一個晶片裡面 我們所謂的晶片裡面的那個 那個電競體 已經達到一千億個以上 一千億個以上 不是一千萬個 不是一千 一百萬個以上 是一千億以上的電競體 那你又堆疊八十層 甚至八十層以上 那我請問你 你那個細光子要不要 不要就垮了阿 對不對 那如果AI會成長 對不對 那我們又吃不到AI的大餅 為什麼 因為AI的晶片就是 是揮達 超微 intel 博通 這些人在吃的嘛 那代工台積電在吃的嘛 那就 就 運用在哪裡 可能是我們的手機 可能是我們的電腦 很多人說 我要取代人腦 就是機器人 那機器人要取代人腦 哪有那麼快 因為想的想的太天真了 可以騙人腦是可以啦 你影像欺騙可以啦 可是要真正取代人腦 還是不行的 所以有協作機器人出來 對吧 你有協作機器人出來 他就是一個你一個產業 你就要懂嘛 為什麼大家不要講機器人 機器人很多人給他一個很Cute的名字 叫Rubble 對吧 他要取代人腦不可能嘛 可是現在說一個趨勢嘛 因為各位可能不曉得這個 他我們常常說連複合成長率嘛 CHA嘛 好來我請問 如果2022年前 大概全球的機器人 全球的機器人規模大概是 8000多億美元而已嘛 那到2025咧 到2025咧 2025咧 他的規模從400多億 成長到多少 1200億美元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產業的趨勢嘛 為什麼 因為有錢人他在想啊 人工太貴啦 人工很難管啦 對不對 那如果我可以用協作機器人 來取代 他有很多好處嘛 工作效率嘛 對吧 他有工作效率的問題嘛 提高精準度嘛 有時候你睡得不好 女朋友 完結睡得不好 對不對 工作效率就不可以嘛 你精準度就不可以嘛 你就不安全了嘛 很多危險的工作 用協作機器人來做 你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一天24小時不用讓你休息啊 對吧 只要我有電 對吧 我負責24小時電燈關掉啊 所以他什麼 他成本很低嘛 跟人比起來 靈活性 我們比不上啊 為什麼 我們再怎麼快 我們總不能像人家在拍抖音的那個 如果在看那個流水線 那個生產的流水線 我們可以 像那個機器人一樣 那麼快 我們沒辦法 我們沒辦法 機器人可以 寫作機器人可以 所以 他就是一個產業趨勢啊 對吧 那為什麼 為什麼 比如說 像羅森 8374 他是真的 說他很會長 隱漢4562 是真的 人家很會長 對吧 那 除了他還有誰 說4576 人家是真的 寫作機器人的 比如說他那個 滾輪 手背的滾輪 對吧 人家是真的 人家會長 所以你看到今天 除了阿德跟你講的 除了這些股票 去漲 他是主流以外 你要知道一個主流 他在漲什麼 阿你如果知道你在買的時候 你就不會說 欸 阿到底是這隻好 那隻好 這隻不 我來買那隻 不會漲的更不會漲 股票都是 永遠都是這樣 因為一個產業趨勢的話 要領頭羊衝出來 領頭羊你衝出來 你不敢買 你去買那個 那個都沒漲的 人家那個主力要炒的那些 我跟你說你都沒好處 你要買的 就要買這個趨勢向上的 人家領頭羊出來的 人家震盪你要敢買 震盪你要敢買 我請問一下 就聯牙來講就好了 我們不要講我們的股票 你說你買個500萬 現在賺了兩倍 有1500萬 我們不要講這個 我不想談他 他如果波動太大 對他也沒好處 我換一隻 這隻準備要被分盤交易 一定會被分盤 因為阿德已經 講了很多次了 對吧 已經講了很多次了 對吧 已經講了很多次了 這些阿德 只要有勾起來的很奇怪 他就是 他就是一定 我有打圈圈或有寫的 他都一定一直漲 好奇怪 為什麼 因為他是產業裡面的 不可或缺的 譬如你講到矽光子 聯軍怎麼會缺席 因為很簡單阿 他全是 雷射二級體 或是LED的封裝阿 全世界前三名 台灣No.1 所以這個很簡單阿 你要跟人家講矽光子的話 你這種股票你沒有 你要跟人家講什麼 那你說三五族群 或者是製成 No.1的就是3081 如果你沒有這種股票 你要跟人家講什麼幾倍 因為這個阿德都 講給你聽了嘛 對吧 都講給你聽了嘛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就是這個兩端嘛 就是他收收發 收收發模組的兩端嘛 中間是接著 這個叫什麼 黑黑的叫什麼 就是光纖嘛 然後裡面最重要的 阿德都講給你聽了 所以人家會一直長 一直長 一直長 因為人家長趨勢啊 不是這樣嗎 所以今天阿德要給你的 就是一個趨勢嘛 對吧 我就要給你趨勢嘛 就像你在想阿德在講機器人 你有沒有想到機器人 真的可以取代電腦 不會 他會先取代一般的能力 比如說你很多工廠 很多大老闆 他不喜歡你 他時時想想 時時刻刻都想說把你辭退掉 因為 對你而言 如果工廠自動化 我可能可以省掉三班的人啊 我可以省到幾百個員工啊 幾百個員工是幾百個家庭 所以阿德一直常常講說 以前我常常講說 你真的不要小看這個 所以我一直不介紹有一家公司 23172 因為他們就喜歡這個啊 因為他們要的 就是便宜的勞工 如果沒有便宜的勞工 他就是要自動貨 所以他這兩塊做得最精 對吧 他跟人家講自動車 少來 我常常講少來 以前大家講自動車都要講紅孩 我說你少來 你代工可以啦 你要自己發展電動車 你跟中國比不過 你要比勞力 你比不過人家啊 你要比補貼 人家也不會補貼你啊 對不對 所以你永遠是代工王而已啊 你要跟人家講說 講品牌 我覺得還很遠啦 還很遠 還很遠啦 因為我們台灣的老闆的個性很簡單 像遊牧民族一樣 沒辦法改變 因為我們台灣的資源太少 都會找便宜的員工嘛 所以你台灣的員工 永遠的薪水不會漲大 你要漲大你要靠股票 靠股票 你又覺得讓我們台灣 台灣的那個 譬如說像我們這個行業 那些長官的都輸孽很多嘛 都不曉得你們常常被人家欺負嘛 對吧 很多老師都說今天都會講什麼 他一定會講今天漲的股票 他一定會講今天什麼高峰嘛 對吧 一定會講這些股票嘛 對吧 一定會講這些股票給你嘛 因為他漲停嘛 這邊他一定會講什麼 比如東台嘛 對吧 甚至有人講 富鼎啦 羅森啦 眾企啦 會友啦 隱漢啦 對吧 一定講這些股票給你 為什麼 因為他漲停啊 然後講一堆啊 好啦 沒時間了啦 我要給你的就是 產業已經講完了啦 你打一通電話也可以 你加LINE也可以 對吧 這一檔翻倍的 我就送給你 但你加LINE的一定要記得留言喔 好不好 先廣告 讓您金融年一路賺到底 邁向兩萬點新世代888驚喜下 大步向前走 讓您金融年一路賺到底 驚喜專線 0285113366 85113366 85113366 投資這條路是孤獨的 投資這條道路是辛苦的 盡心思考 二十年來 堅守專業與熱誠 似乎不夠 總想著能為投資者 多做些什麼 你們就是我們的支柱 你們就是我們的動力 用心去關心 每一個股市投資者 頂業投顧 全心照顧 0285113366 看全球財經台 除了家中有線電視之外 您還可以這麼做 網路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網就能看 而且免費 改變收視習慣 就從全球財經台開始 我在股市打拚二十多年 我靠的不是免費 我靠的是專業 黑馬波段 精選標誤 我戰無不勝的功能不可 你的新人生 股市萬得福 歡迎回到現場 很多人說 老師啊 我看你的電視 不用跟你的股票 我也會賺 對 可是你要賺更多 你就跟著阿德做就對了 譬如說阿德常常在 講產業的時候 有時候會透露一些東西 譬如這句話就很重要 你把它記住 人家發展一條龍 托瓦子這一塊 人家不會放出來 所以你不要花時間去找那種 所以阿德說 產業趨勢如果是向上 你買的不賺錢都拿 對吧 鎖碼連標 一檔場 不要講這個 一通電話或加Line都可以 去周圍超越勝利 明天見 資人因獨立判斷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